因為我們今天要做錄影 所以說你必須要先知道 就是到底錄下來影片多大 那你想看看喔 你想看看就是 我們早期在看那個就是還沒有換成就是數位電視之前 我們在看日本像NHK啊 那些就是影片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的好像都不會是全部的畫面 滿版 因為以前我們用4比3的對不對 他們的早就數位化了 所以都是什麼 是不是都是這種這樣子的 有注意到嗎 是不是上下會是黑黑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比例不對 就是他的影片的原始比例跟我們電視機的比例不對 那麼如果你在錄影的時候 你錄的尺寸就是不是標準尺寸 即使放在YouTube上或電腦上播 旁邊因為比例不對 對 要嘛就撐開 有沒有以前我們剛換數位電視的時候 有人說啊那你變得比較胖或比較瘦 會很不習慣 好像不習慣 那就是因為比例不對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他撐開 有的人會像這樣上下或半就是怎樣 你的畫面就只有在這裡 你的畫面就只有在這邊 左右可能是黑的 對齁 因為你放超過就切到了嘛 所以這一題呢 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我們在看YouTube的時候 重點不是這位可愛的 重點在這裡 您看看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這個東西 大家都知道數字越高 是不是代表品質越好 而且超過720以上 有沒有發現後面都有一個HD 表示這是高畫質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請問這個代表的是 影片的高度 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你覺得另有引擎 老師會考朋友特別的原因 那如果你選好單選題喔 好了 請你按上面提交結果 這樣可以嗎 這裡按下去之後 我們可以決定今天有 誰可以回家 誰不能回家 好 我畫面先還給大家一下 您先試看看好不好 現在大部分大家回答差不多的齁 您可以 我有開放統計結果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按進度這裡 就可以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 這個點進來 這樣是不是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了 那我們從這邊來 打綠色兩個勾勾只代表你有回答 不是答對喔 你不要太興奮喔 重點不是綠色一個 我要點這裡 有沒有 點上面這一條 我們可以看到大家回答的統計圖 喔 糟糕了 糟糕了 你認為 是寬度的比較多對不對 多數人不一定是對的 很多時候我們要尊重少數人的意見 這樣你知道嗎 有些有上過有課的 就知道 不好意思 黑影片高度 不是寬度 這個就算你今天不會錄影 也要知道的嘗試 這樣可以嗎 這叫嘗試你 喔 為什麼 所以來 你不要再卷下去 因為卷下去看到是誰回答的 這樣會對他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為什麼 重點是為什麼 來這裡 你看 其實我們平常 錄影 這個是 320 乘以240 我們的VCD 大概是352乘240 這大概是接聽VCD的品質 這個上面 這一種的是 640乘480 這個也是一般大家比較常在像 網路上的文章 部落格有沒有 有些人把那個影片砍進去裡面 大概的那個尺寸 因為網路上砍入的大部分是這個比較多 那再來這個是720乘480 所以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看過這個 DVD就是這個尺寸 那你在網上 我們一般就高畫質的嘛 所以說你看這邊這個是1280 乘以720 然後呢在網上這裡 有沒有看過1080的 有 再上去還有啊 這個是1920 乘以1080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真的是高度 那你說真的嗎 你其實你也可以回到這邊 這樣我們在電腦上按右鍵不是有螢幕解析度嗎 你不覺得那些數字好像在這裡有出現嗎 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這個 有沒有1920乘以1080 有沒有 下來1280乘以720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其實這就是我們主要 的尺寸 那一般來說我們大部分 所做的這個 教學錄影 會用多少 就是 1280乘以720 或者再高一點 1920乘以1080 因為這兩個都算高畫質的 所以我們一般在電腦上看 就還算OK 就還算OK 不過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您在看這個 不管是YouTube影片 還是雲端硬碟 但Google雲端硬碟的影片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看起來霧霧的 有沒有覺得視力沒有很好 但是你知道我有可能會錄這種影片 到你回家說 我這樣看嗎 這樣會對不起大家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 你看喔 其實有些時候 他可能告訴你這眼睛是HD的 可是其實你看到還是低 低畫質的 為什麼 因為 他要先讓你看得到 所以他會 先傳送低解析度給你 等到 稍微確認一下你的頻寬 還不錯 他才慢慢傳送高解析度給你 所以我們如果不希望說我先看到的是這樣 麻煩你 強迫 點這裡 告訴他 不是這個 就不是肯德基 這樣了解嗎 你看我把他按一下 我再play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視力變好一點 有沒有剛剛秀官補給對嗎 嘿 所以你在看人家影片的時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以為不要以為說人家怎麼錄那麼暗 因為這個部分啊 就是我們在YouTube上 還有 看那個Google雲端硬碟上的 影片的時候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手動 即使他上面已經寫的就是HD了 不要相信他 自己再來一次 自己再來一次 這樣的話你才看到直接就是高畫質 這是 第一個 大家在錄影的時候要注意的 這樣 了解了 這個是打預防針用的 知道嗎 知道嗎 因為待會我們要錄的時候 是不是才知道說你要選多少的解析度 對 因為你選錯了 就像剛剛講的 可能 人家在看的時候 就是 不然就上下變黑的 就左右變黑的 就不會是剛好是全螢幕 好 好 我们下期再见